拜登的互台论 台湾成为两强最严重的冲突热点 这番对美国反抢就是证明 两强对峙气氛延续到二十大 习近平嘴上没提到美国 却用外部势力来代替 而且把反独跟反外部势力扣连一起 成为习近平眼中两岸问题的轴心 报告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单边 保护主义霸凌行径 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冷战思维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搞双标 这都在暗指美国 但也亏欠习近平的美国心魔 也就是说今天假如说中国要突围 要创新 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世界大国 唯一的障碍在习近平的眼中 就是来自于美国对他的遏制 所以我可以简单的来讲 习近平恨透了美国 习近平的美国心魔有多深 他提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也是中共继十六大提到 武力统一之后再度提及 等于两岸倒退了二十年 接着暗示由美国介入 后面才提到台独分裂分子 两岸和平统一是过去的基调 但由这份报告的顺序来看 已不同以往 显见两岸关系发生质变 这代表中共第一个要对付的 就是美国 再来才是台湾吗 两岸问题现在不能够解决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介入 他们一直有这种想法 所以按照这想法的逻辑 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美国解决掉 那么两岸问题就自然而然 就朝向北京期待的方向可以解决 我们不能够再拘于过去的传统思维 所理解的一中原则 而是要着眼于在当代 已经发生了情势的变化 有了国际和美日的因素 等等的介入之后 两岸关系发生了质变 从这个质变的理解之下 去讨论一中 有学者认为 中共萝卜棒子旗下的两面手法 触统促容恩威病失 只是加上美国把台湾当筹码 台湾问题已经镶嵌在 中美战略的竞争里 这会不会刺激中共 对台加大动作呢 估计大概是未来五年跟十年 不管他用和平的还是武力的 他中作要去做出 解决所谓台湾问题的 这样一种动作 尤其在地缘政治上 南太平洋岛国和南海岛礁军事化 依然会是美中竞争下的进行式 但不管如何 台湾都在其中 中共要寻求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那么要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海洋强国 一定要控制台湾 所以今天不管是民进党执政也好 国民党执政也好 那么习近平要追求跟台湾统一 是一定一样的 一定是提出一样的要求 所以说那么并不是因为美中对立 才让两岸关系变成紧张 至于习近平来说 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基调 一国高允两制 其次是爱国者治台 香港的血泪就是活生生例子 习近平从共产共治 变艺人专制 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连任 持续为全世界埋下阴影 近期晚往下群右斌台北报道